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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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以後我們馬上到美國去拜會 美國紐約的聯邦準備營囊 我們去的時候他們跟我們講的就是說 因為2016年的報告不好 DFS裁划 他們也準備裁划 另外他們2016年8月進駐來查我們的時候 他認為我們那個問題都還在 因為他的基準是2016年6月34號就解決問題還在 所以問題還在 董事長所謂問題還在 指的是又是牽涉到洗錢防治不利嗎 內部控制的洗錢防治的制度 還沒有徹底的改 事實上這個改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這個等一下我再做說明 另外芝加哥去年2016年10月的時候 芝加哥分行因為2014年2015年的檢查不好 他們也準備對我們進行裁划 那我們當時就是去跟他們講說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改善 是不是可以不要划 是 那他們呢 這一個部分他們認為說 不可能不划了 因為經檢報告只要一出來 過去的經檢報告一出來 他們一定要進行裁划 他們對所有的這些外國的銀行 像德意志銀行 他DFS划完了 紐約州的聯邦也會划 也都同時划 好幾個銀行都是這樣 那他是認為說 他不能我們不可能不受處 所以這個地方我就是要說明的就是說 美國的分行任何一個分行 外國分行 他的主管計劃兩個 這兩個都可以同時進行裁划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我要說明的就是說 這一次聯邦準備銀行跟他這次採法的機關 包括聯邦準備銀行的紐約 聯邦準備銀行的華盛頓 還有芝加哥的聯邦準備銀行 還有芝加哥所在地的伊利諾州的州政府的金融廳 還有包括加州的舊金山的聯邦準備銀行 那這些單位他們所檢查的基礎都是2016年 危機準日的以前的那些制度上的缺失 所以這個是一個舊案 所以等於是一個2016年以前存在制度缺失的舊案 那我們在這一段期間 來 董事長你等一下 來 楊老師先來 董事長你等一下 來 楊老師 我請教一下張董事長 我是姚立民 好 我請教一下董事長 這個 是 楊老師你好 你一直在強調這是一個舊案 因為有雙重的監管 所以有雙重的處罰 可是我請教一下 是 照這樣講下去的話 因為你們也有矽谷分行 你們芝加哥分行 紐約分行 都同樣的被檢查過在2016年 那是不是照你這樣講法的話 那可能未來還有繼續被罰 因為它可能有別的主管機關 不會了 因為這個 這個楊老師 我跟楊老師報告一下 就因為我們現在2016年以前的 他檢查存在的缺失 那他處罰 那接著下來 那個後面的檢查 因為我們也都在改善中 像矽谷 我們這一次的改善 這一次來檢查的時候 我們幾乎都已經改善完畢 那芝加哥現在也都在改善中 那那個紐約分行因為比較複雜 那個工程比較大 可是因為 那紐約分行當時 DFS跟我們裁划的時候 因為你現在 因為DFS跟我們裁划的時候 沒錯 其中 就是因為你曾經 你芝加哥也在改善中 紐約分行改善中 可是因為它是雙重監力 所以聯邦儲備銀行也可以繼續的罰你們 我這樣子問的原因是因為兩個月前 要有精簡報告刑 這個我知道 所以2016年8月份罰的那個舊案子 可是我知道2016年8月罰那個舊案子在去年11月份 美國派人到你們總行來查 因為2008六年的 2016年8月份的案子裡面其中有一點 是說 雖然他講了你們的法尊居制有問題 可疑的交易 洗錢房子的制度等等之外 最重要有一點是說總行對分行的監管 都不利 所以也是其中之一 為了這一點 去年的11月 美國派人到總行來約談你們的人員 約談回去以後就下了這一次的處罰 我好奇的是 美國派人來 既然總事長剛才您說 現在我們監管的制度都在改善 分行在改善 我們總行也在改善 那他既然來了 約談完了 然後他又罰了 那就他這次那為什麼要約談 約談完了 因為你們本身都已經改善了 他約談完了 為什麼這次又加罰了呢 這個我要說明一下 這不是 這兩回事 這個我剛才講的 FRB是對2016年 所以他在這個CND的order裡面 講得非常清楚 他是針對2016年以前檢查的趨失 那至於去年 這個來的 11月 這個不是FRB 去年來的是DFS 對 去年11月 DFS就紐約的上次罰的那個主管疑問嗎 他來的這個是D DFS嗎 就是上一次就案罰的DFS 這個是DFS 就是紐約NY DFS 是 對 不是 這個我要跟委員報告 這一次DFS沒有罰我們 這一次是DFS他以前罰我們1.8億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就是要派一組獨立監督人進駐我們銀行 來監督我們後續的改善 所以這個是DFS委託的 所以跟這一次的裁判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可是你說上次11月來 所以這個是對過去的監督行為所做的主罰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董事長 那他這一次在開罰的時候 他另外提兩個要求 這一次處罰 這一次8.7億他另外兩個要求 他還要委任獨立的第三人 查2015年1月到6月有關美元清算交易 要回溯過去那段時間的交易來調查 那如果這一次的這樣子委託第三人調查報告出來 你們有沒有可能再次受罰 我跟那個姚老師報告 這個就是因為DFS原來在第一次檢查的時候 他對我們的回溯調查是2012到2014 對 那這個是DFS指定的 那這一次的FRB 因為他幫我們檢查完了以後 他也希望我們延續再多做半年 做2015年1月1日到2015年的6月下載 對對對 多做半年 那這一個部分 我們要委請獨立的這個人 來做這個審理 回溯的調查 那如果回溯調查發覺又有問題 那是不是有可能被罰 我的意思就是這個問題 因為剛才你前面講說應該不會再罰了 他現在要多查半年 結果因為是回溯以前的問題 是不是有可能他回溯那半年發覺又有問題 他再罰一次呢 這有可能的嘛 有沒有可能的 這個我跟委員報告 原則上 原則上這個美國的財法是第一個 制度性的問題是由當地的主管機關來監理 那回溯調查的時候 這個最主要是要調查中間 有沒有黑名單 制裁國家的這些東西 這個我們叫做OFAC 叫做外國資產管制控制辦公室 他有一個規定 那這個如果有的話 他也不會這兩個機關法 是如果有違反的話 是會變成OFAC 就外國資產管制辦公室 他這個機關罰就很嚴重了 他那個機關處罰的很少 當他被處罰到的話 就表示趙鋒真的有洗錢的嫌疑了 否則他不會罰 因為他現在多回溯 半年而已嘛 對不對 不是 這個如果有的話就表示說 你那個黑名單的過濾 對 有問題 不符合他們的規定 譬如說舉個例子 譬如說舉個例子 這個黑名單的掃描 就是說因為黑名單給你的時候 你要一個掃描的機制 你在那一個掃描的過程中 有沒有碰到 有掃描到 結果你沒報 這是第一點 對 第二點 他現在 如果掃描到沒報的話 他會個案來罰 但是這種個案來罰 一般來講他每一個案子有一定的金額的限制 是 不會很大 好 那個 張董事長 你們這一次的裁罰 有討價還價嗎 這一次罰有沒有討價還價 我們這一個其實我們 當然有啦 這個就一直從去年的 從2016年的10月去一次 他本來就要罰了嘛 那2017年的4月 我又去一次 到了今年的7月 他就提出一個採法的這個草案嘛 那這中間我們派了總經理 我們專案辦公室到華盛頓跟律師 中間就談了很多次 那這個 因為我們涉及的是三個分廊的制度不佳 所以這個比例啦 他們認為啦 他們認為說這一個罰錢的比例應該是不算高 因為他們認為說很多的廠商 很多的這個金融機構他們被罰的時候 差不多都是被罰差不多都是比那個DFS小一點 是 那我們DFS差不多1.8億嘛 那這邊罰到是2900萬吧 那因為我們一直在跟他談 他是認為說因為你涉及的是三個分行 如果以一個分行來算的話 他認為是不大了 那中間有一些折衷 因為這個折衷的過程不能對外洩漏 他一在交代 所以我們就不能講 請問張董事長 到底你們這個討價還價賺回了多少錢 我們老百姓很想知道 因為你們是公股的銀行 第二 這一次彭淮南總裁有幫你們寫官說信件嗎 是 彭淮南有出手嗎 上次有嗎 沒有 這一次我們都是委託律師 由於我們總經理跟副總經理去直接 還有帶了兩家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去跟他們談 那其實這一次談他們對我們還蠻算蠻友善的啦 不是吧 你是因為保密協定的關係不能夠透露折衷金 你不知道他上次寫信給紐約DFS 然後你去談的是同一個案子耶 你不要讓大家覺得很胡言 彭淮南寫給紐約的案子 跟你今天講的這三家分行 你說的是同一個案子啊 對不對 同一件事啊 你居然不知道彭淮南總裁的信件的內容 你再去談折衝 那你顯然談判有問題 要不然就是你們之間有不可告人的地方啊 對不對 是 那董事長可以做一下說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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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不可告人 因為我們這一次是到 那你怎麼可能不知道破壞內總裁寫了什麼 你去折衝什麼呢 我覺得這是邏輯問題啊 你們是公股銀行 沒有沒有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是針對我們一個 否則我們不需要知道這麼多啦 張總 張董事長什麼事情都是機密 互相的這個協議保密啊 然後你還把過去的資料全部都存封 那你們跟人民怎麼交代嘛 所以很多資料還是存封沒有辦法公開嗎 是這樣子嗎 你你你誤解這一次那個 我們彭總裁都沒有接觸 我說你彭總裁上一次寫的信 一定跟這一次還是有關嘛 因為你說這是同一個案子嘛 跟上一次紐約的那個那個財法是同一個案子對不對 同一件事嘛 是你們分嘛 不是 這是同一個時期 一樣嘛 是你們高空銀行 這個那個法尊那個洗錢房子不利啊 簡單的講啦 簡單的講因為上 就是上一次我們有沒有承諾什麼 對啊 所以我們才得到了省錢的罰款 沒有沒有 因為在談判中間 這一點你可不可以澄清一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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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承諾什麼 你覺得這一次很便宜囉 因為這是第一個 這是一個案子兩個不同機關的處罰 那每一個機關他有個別獨立的看法 所以就個別去折衷 那第一次的折衷 因為我沒有參理 我不知道 我請問你 那第二次我們的折衷 我們就直接跟FRB 從承辦員一直到他們的理事 我們都有去跟他們談 你知道我是普通邏輯講 對不起 張董事長 我們不像你那麼專業 我是普通邏輯 上一次你們透過彭淮南 也就是你的前任 透過彭淮南 然後就撿了價碼 討價還價成功 那這一次你沒有透過彭淮南 你還覺得你討價還價很成功 我們覺得很奇怪 因為台灣還有比彭淮南 還厲害的人嗎 她的意思是不同的單位 那她應該透過彭淮南才對 她是個FEP 我的意思是說 你為什麼不動用彭淮南 張兆順董事長 如果自己本身有專業團隊 為什麼一定要透過央 我的意思是說 按照上一次的邏輯 對 按照上一次的邏輯 彭淮南出手 哇 大獲全勝 我們省了好多錢 這一次你不用彭淮南 你恐怕失職搞不好 連8.7億都不用 搞不好只要8千萬就好了 你無法說服老百姓 我不知道這樣的邏輯 張董事長 這個事情 其實就我所知 上一次 我不知道詳細的過程 但是我有問我們同事 我們同事說 彭總裁並沒有參與中間的談判 沒有 這些都沒有 他有寫信啊 他寫了一封關說信你忘記了 你這樣講恐怕會被立法委員罵 他寫一個是希望DFS接見我們 接見我們 但是談還是我們自己去談 你不是說你不知道信件內容嗎 你上一次一接任之後 就到美國去走了一趟耶 你居然會不知道 所以你們這件事情 黑箱作業到現在不跟老百姓交代 你們是公股銀行 你們對不起台灣的透明的政治 沒有 沒有黑箱作業 因為我們這一次 那你講你的談判內容是什麼嗎 我們這次去跟MAD 都非常坦誠的 好嗎 我們去 那你告訴我 你怎麼談的 你們公股 就算上一次你沒有接觸 那你公股這一次的談判內容 詳細內容全部都不可以嗎 那就把這一次的折衷的價錢 你跟大家講一講吧 到底這一次成功 對 成功多少 大家可以跟觀眾朋友們透露一下 讓大家覺得我們公股銀行 談判很成功 省了多少錢 只罰了8.7億 原來要罰多少 上一次是3億美金 變成1.8億 彭總裁真的厲害 省了1.2億 你們這一次到底節省多少錢 原來人家要罰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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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原本可能 因為剛剛特別提到 已經算是比較緩和 原本可能會重罰多少錢 原本可能會重罰多少錢 主要的 其實金額減少的不多 因為他們主管機關一直認為說 這個金額已經是三個分囊 已經是最少的 已經是最少的 已經算是最少了 好 那董事長 我看一下內容 你最好公佈 否則你將來進了立法院 也過不了關的 還有更進一步的內容 可以公佈嗎 紐約 芝加哥跟矽谷 因為這次三個分行 都是因為風險管理 包括就是洗錢防治不利 那沒有落實到監理制度被盯上 你說兩個 因為金檢機關 同事去開罰嗎 我最後問一個問題 我最後問一下張總長 因為這個案子 你說是老萬 可是這個案子一直沒有被結案 他就可以一直查下去 他下一次還可以派人來詢問你們 因為這個案子到現在為止 法律上沒有結案嘛 這是確定的嘛 雖然有不同的監管 可是案子沒有close 這個案子到目前是 這個目前到底是結案的 不是還在結案 沒有 它沒有結案 否則的話 Fact不會被罰你嘛 針對這個金檢報告 沒有 針對這個金檢報告 他幫我們處罰就算一個結案 已經算結案了 那當然 這個東西就是雙方同意說 這個到這裡為止結案 就這一次罰完就結案了 就2016年以前的這些制度的 這些都結案了 OK 董事長有沒有辦法保證 就是趙鋒金的分行 可不可以不要再讓美國盯上 再受到重罰 有沒有辦法保證 董事長 我們是朝這個方向在做 那我想跟各位主持人 還有跟各位來賓報告一下 美國的這個洗錢防治 跟法律遵循的那個 是日新夜意 它是一直在改的 你像去年的要求 跟今年的要求 可能就不太一樣 它一直在精進 所以它這個地方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求好 它好是不是好到這樣就可以 它好還要更好 是 巴拿馬當時 張董事長 不過張董事長 這一點這樣 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覺得我們已經達成 什麼你們覺得 張董事長 我記得巴拿馬分行 當時也被盯上 甚至也有涉及到洗錢 有一些帳戶 有close 然後又開 你們當時不是巴拿馬分行 也被盯上嗎 那有沒有可能 下一個採法的目標 是巴拿馬分行 這個地方 我要趁這個機會 我這個要趁這個機會 說明一下 因為那個上一次那個DFS檢查的時候 你看它的那個合約令裡面 就寫了很多 我們那個巴拿馬等等的 那個具體的缺失 對不對 那這一次它就都沒有寫 它就很簡單的解說 我們制度不好 所以這兩個也有很大的不同 那另外我剛才講 要澄清的就是說 其實DFS那個合約令 尚未寫說我們巴拿馬匯款 退費 退費 它並沒有說那是洗錢 它是說 這一個東西 你們那個內部控制制度 為什麼沒有做查證 為什麼你們制度沒有寫 這一方面要怎麼做 它是罰你這個 並不是罰你洗錢 但是外界的人以為都是洗錢 這是第一點我要聲明的 當時不是有一個 委內瑞拉的元首級人物被盯上 不是嗎 當時不是一個委內瑞拉級的 原首級人物被盯上 被認為是洗錢 不是嗎 中南美洲有一個領袖級的政治人物 被盯上了 這跟你們沒有關係嗎 是 這個 這個我也要說明一下 這個地方就是說 我們的KYC沒有做好 就是說你這個公司 你這個公司跟你往來 他的幕後老闆是誰 你沒有查 但是並不是說他幕後老闆是誰 或是說這個幕後老闆是惡名昭彰的人 就不可以跟我往來 不是這樣 他是說你跟你往來的時候 你每一筆交易都要過濾 要想查 那我們第一個 我們不知道他幕後的老闆是誰 那為什麼不知道幕後老闆是誰 因為我們當時沒有買那個叫做 負面新聞人物的那個資訊系統 所以你買了負面 所以他罰你是罰說 你沒有買負面新聞人物的資訊系統 那你對於這一個 你這個公司 你的客戶 後面幕後老闆是一個惡名昭彰的人 你都不知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正常的情況 你應該知道幕後的老闆 如果你有買那一套系統 你應該知道幕後老闆是誰 如果知道是誰 那你的這個交易 可能審查的時候就不太一樣 這個我可以舉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像我們現在已經買了這種 布倫波跟這個路特社的這個 負面新聞人物的系統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建制這個 譬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譬如說假設有一個政府的官員 來跟我照封借錢 那假設他借 他拿一千萬的房子來跟我借兩百萬 那照講這是一個正常的交易 對不對 但是因為他是一個 譬如說假設說立法委員 或者說部長 他來跟我們借錢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電腦 就自動要跳出說 這個人是政治人物 是高風險人物 那我們以前電腦系統沒有這個 被罰 那他可不可以借錢 高風險人物可不可以借錢 可以借錢 他跟我們借錢 假設說他一千萬房子 給我們借了兩百萬 可以不可以 可以 但是這兩百萬要拿出去的時候 要匯款的時候 你必須要查明說 你匯款是幹什麼的 如果沒有查 他就要花你錢 所以並不是說他洗錢來花 那個人洗錢 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必須 聲明必須澄清 所以懂事 我們上一次巴拿馬 他舉出來是說 巴拿馬是一個高風險的地區 是 然後繼續 你們上一次 你的意思是基礎性問題 那你們這些資料 為什麼要封存 他是指責你 我沒有封存的問題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為什麼有封存的問題 這個我想跟各位報告 這個美國的精簡報告 是屬於機密事項 它上面寫得非常清楚 機密報告 我們沒有封存任何東西 而且我們對所有的董監事 全部公開 那上面 精簡報告上面有一 特別有講說 這個精簡報告 非經他們同意 不可以給第三人看 所以只有精簡報告的部分 是不能給別人看的 精簡報告 我們給主管機關的時候 是用機密文件 是用 因為它有密密的等級 那事實上 我們都是給沒有封存 我不知道封存 這個是怎麼來的 這個我們必須 是 再次的澄清 其實我們澄清過幾次 沒有封存的問題 是 但是精簡報告 是 他們是不容許我們公開的 今天的這個 這個是 是公開的 所以這個是要公佈的 是公開的資訊 所以兩個不一樣 我們沒有封存任何東西 加入我們討論 還有律師 精簡報告不能公開 OK 張總長 加入我們討論在現場 包括了律師 黃帝穎 黃律師 好 來 沈穎你也有疑問是不是 對 想請教那個張董事長 剛剛特別講到這個 NYDFS 上一次罰57億 那從這一次的FED 看起來罰8.6億 裡面有部分的事實 包括2016年的洗錢 防治缺失 它部分的事實 跟上一次的處罰是一樣的 那我想請教是說 這個部分 因為同一個事實被罰了兩次 在美國有沒有其他救濟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一事不兩罰 所以你有沒有可能向法院去救濟 第二個問題其實另外更嚴肅 是因為 美國的法令跟我們不一樣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公股上面 因為是公股銀行 另外一個地方更嚴肅 是因為你剛剛特別講到說 這個案子到目前為止 罰了就結束了 那就結束了 我從它的這個改善計畫 就是說它後面的改善的事宜 包括要求我們這邊要提出改善計畫 而且要去查2015年1月到6月 有關美元交易檢視跟回溯調查 要由第三方機構去做 代表它有一個後續要求的改善計畫 那這個案子如果說你 剛剛董事長特別講說到現在就結束了 那你改善計畫如果提出來 不符合美方的要求 不符合當時主管機關 在這邊的一個判斷的時候 是不是還有裁罰的可能性 或者其他法律上不利的措施 這個地方為什麼嚴肅 因為這是全體納稅人的血汗錢 還有另外一個是 因為剛剛張董事長講說這個案子到此結束 如果它有後續 尤其在改善計畫的提出 不符合美方要求的時候 這個部分的法律責任 跟政治責任誰會負責 是 董事長 好 這個地方我想跟黃大律師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 因為在美國 這個是雙重的監禮機制 所以它不會管理說一事兩罰 它同一個單位 同一個它才會一事兩罰的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我想剛才我已經報告過 所以是兩個都對同一個金檢報告 各位可以才罰 這個你可以看所有的像德意志銀行 像會紅銀行 像這個他們都是兩邊都罰了 這是第一點要說明的 那因為今天簽了這個合約 包括DFS簽了合約令以後 那我們也請教過律師說 原則上就說這一段期間的這個部分 就已經是 已經是這樣了 那它邀請你提出改善計畫 你這個改善計畫在 通常改善計畫提出以後 它會幫你審核到說 這個我可以接受 等到它接受以後 你開始執行的時候 如果你不執行 它可能再罰你 這也有可能 那一般我們不會不執行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們矽谷納到目前為止 所以是2016年的東西 但是我們今年來檢查的時候 那些東西現在都已經結束了 都已經改善完畢了 那像紐約改善比較困難 所以紐約本來就一直在根據 那個DFS的那個 那個才華上面也有一個改善計畫 一直照那個改善計畫在做 所以這個改善計畫的部分 如果你不認真執行 或是說這個 你執行不利的話 他不滿意 跟你警告你還不補救的話 也有可能會再罰 這個是要聲明的 所以它其實案件沒有結束 就是說它確實是留了後續 我做調查 其實 沒有結案 就沒完沒了 你們可以繼續的被反應 一般來講 我們改善都會照著這個改善來做 不會不改善 可是你改不改善 是他們決定 不是你決定 還有一個高風險是2015年的1月到6月 要求美元交易檢視跟回溯調查 如果這裡面所調查出來的事實 又不符合美國主管機關的 這些洗錢房子的工作 是不是還有再次被罰的可能 我想這兩個層次 一個是改善計畫我們會不會去履行 會不會被罰 另外一個是我們調查出來的結論 會不會又不沒法 我想跟你說明 跟大律師報告一下 我們的這個DFS 事實上它檢查報告 那個合約令上面也有一條 它要我們做2012到2014的回溯調查 美元交易的回溯調查 那這一次呢 那個FRB就是聯邦 它等於是又多做了半年 2015到1月1號到6月30號 多做半年 那這個回溯調查主要是在做黑名單 跟那個制裁交易 什麼叫制裁交易 就是說像現在北韓 你不能跟他做生意 那你那一段期間 你如果他制裁的國家 你有沒有跟他做生意 如果有跟他做生意的話 你的客戶不是我們 客戶有跟他做生意 那你中間有沒有做必要的這個查證 查證完了以後 假設有嫌疑的話 你有沒有報 那一般來講我們這個部分 回溯調查的是 如果有的在灰色地帶有報沒有報的 我們都還可以補報 以我們目前處理的方式來看 一般都還可以補報 那最後一個問題 現在你們已經要罰了大概66億左右 請問你們要像那個蔡友才 徐光鑫 以前這些高層的幹部們 領導階層 球場 民事上面的訴訟等等 開始進行了沒有 我們原來有跟兩位球場 已經在法院裡面 開庭了沒有 球場 你跟哪兩位 好像有開一次庭過 哪兩位球場呢 現在我們在法律規定上 我們以前跟以前任的董事長跟總經理 球場過 就蔡友才跟徐光熙嗎 請教一下球場的金額是多少 因為這個涉及責任的規模 就是上次被罰的57億裡面 我們認為他們得了分別 上一次球場是57億 那球場多少錢 對 上一次球場就57億 就是那個1.8億加1000萬台幣 因為我們國內的也有罰了1000萬台幣 你們有球場這個金額 1.8億美金加1000萬台幣 只要很多裁判會到最後 如果執行無10億的話 那可能還是沒有用 所以這個不會要由我們董事會來決定 是 我們過去也會再處分相關的 應該負責任的人 OK 剛剛張董特別提到 我們後面接著下來 我們三個婚囊 那個還要再重新檢討 當時應該負責任的人 我們都還會再檢討責任 還會再處分 OK 好 有隨時狀況 我相信身為趙豐金的董事長張兆順 會依據他過去的專業扛起這個重責大任 希望真的像張董事長所講的 一年五個月他氣而不捨去進行交涉 那希望真的可以結案 因為後續的追蹤 恐怕會不會讓美方再次裁罰 也非常關鍵 非常謝謝張董事長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個最新發展 中美之間非常詭譎的間諜大戰 似乎有重大突破 來看這個大現場 美國CIA驚爆有內鬼 將機密洩漏給中國 撕開美國佈局數十年的情報網 其中一人在政府大樓內被公開槍決 害死他的人正是曾經的共識者 FBI agents arresting a former CIA officer accused of stashing top secret information Jerry Chun Ching Lee 53歲的李正成 1994到2007年間任職CIA 掌握大量臥底獻民資料 離開CIA後遭中國收買 手中的情報機密就是最有價值的交易物 2010到2012年間 20名美國情報員接連被逮捕殺害 範圍之廣 不像是情報員個人疏忽 FBI於是盯上曾經在中國出任務的李正成 在他下榻旅館搜出兩本死亡筆記本 包括CIA的封鎖聘員 和其他指導員 一些是政府最密集的秘密 李正成2012年被FBI誘騙從香港返美 先後被FBI訓問5次 今年1月15號於甘乃迪機場被逮捕 李正成雙面諜泄密案 是近10年中美重大諜報案之一 我藏在CIA的各族裔李正成們 恐怕導致美國情報系統大崩壞 請教師學衡怎麼看中美諜報案 出現這個重大的發展應該怎麼看 其實這個故事大家以為很特別 是發生在最近但其實不是 這件事情是發生在2010年到2012年期間 有大量的CIA的憲民在中國被捕殺 被逮捕被下獄 中間甚至有人是在政府大樓前面 當場被隔壁 甚至有人是在政府大樓前面 當場被隔壁 那這個事情延燒的嚴重性到達什麼程度 到達美國從2012年之後 對中國的局勢整個估計之準 包含了薄熙來的下台 包含了郭伯雄的下馬 所有習近平在2012年之後的打貪打府 美國完全失去了預估跟判斷的能力 因為他在2010年開始被連根拔起的這些情報憲民 是直達政府最高層 所以他們原先講說 這個資料我們原先在2012年之前 我可以拿到中南海最深入最高的機密 所以我可以對整個中國的運作判準 結果在2012年這一波大清洗之後 美國完全失去了對中國的判斷能力 所以他們花了超過五年以上的時間 就是要逮李正成 其實2012年的時候 FBI已經設局要逮捕李正成 那個過程真的很像間諜電影 李正成住到Virginia 租到紐約去 FBI拿到搜索票 在他離開的時候 他帶著全家人去旅行 在他離開的時候 偷偷進他的房間 把所有他的隨身物品拍照 照冊 掃描 然後回歸定位 然後再撤離 然後到了紐約之後 同樣的進度再做一次 中間在13年的時候 甚至FBI對李正成做了五次的策劃 訪談 深入的調查 但查不出資料來 所以直到現在 就直到今天 2018年的時候 李正成才被收網的時候 其實對美國的情報組織來講 表示他在過去的五年 沒有抓到足夠多的資料 沒有足夠多的線索去判斷 聯邦檢察官還是不同意發鞠票 直到現在 才終於找到了某些關鍵的資料 那據說李正成被抓到的關鍵資料 是他們終於解密出來 他隨著有個筆記本 筆記本裡面一條一條一行一行寫著 今天是哪個線名 代號是什麼 本名是什麼 我在哪裡跟他碰面 我在哪邊跟他做了合作 這一本筆記本 應該就是這一次讓他落網的關鍵 也因為當初這本筆記本 被原原本本洩漏給中國之後 21名左右的美方憲民 被完全連根拔起之後 美方直到現在 都還在重建他對於中國的間諜網 但到目前為止都不是很成功 所以直接間接的導致 習近平在一二年之後 一連串的掌權動作 美方根本沒有辦法介入 他根本沒有辦法做預估 根本沒辦法做判斷 所以這一波 我們看到FBI跟CIA的聯合作業 其實只是亡羊捕牢 他沒有辦法挽救 一二年之後 美方對中方的完全失控 所以你才會看到 這幾天有美國參議員提起的 保衛美國通訊安全的法案 他要求美國任何的政府單位 包含軍方不能用華為的手機 因為他們其實在上一波 2017年的FBI第一波調查之中 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 其實講到一件事情 他說中國現在的網路駭客能力 遠超過我們美方的預期 他已經跟美方是並駕齊驅 他裡面提到一件很特別的事 他說 It even breached an NSA outpost in Taiwan 就是中方的駭客 甚至攻破了在台灣的一個 美國秘情局的前哨戰 那當時其實引起台灣 很大的一個恐慌 就是美國秘情局 竟然在台灣有一個前哨戰 而且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看到的李正成這一次的 的舊膽恐怕只是中方 在美國的所有間諜中 其中一部分 因為李正成的模式 跟美國以前提防的 中方間諜模式都不一樣 中方以前的間諜模式 大部分對武器資訊 對所謂的商業機密 對先進科技比較感興趣 李正成是第一個被鎖定的 目標完全在美方情報 到憲民的一個兩面點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美方這一次的所作所為 其實是因為中美關係 不是那麼好 最後決定硬是收網 所導致的結果 我發現過去 是不是也有情治人員 那麼被攻出 那甚至就包括 我們在中國的一些附件裡 因此受到全面性的一個殲滅 是不是也有這種情形 實際上曾經發生過 當年在李登輝前總統的 那個事件裡面 因為當時他精確 李登輝前總統當時精確地說出 發射飛彈的數量種類落地 跟他有沒有裝彈頭 因為這個中間有一個關鍵 我相信這個 當時在業界很清楚是 飛彈有沒有裝Warehead 有沒有裝可引爆的彈頭 那個只有發射者知道 我們外人 除非你能夠打撈出他的彈體 而且只有打撈出彈體也不知道 因為他搞不好 在觸水的時候爆炸 所以在那個狀況之下 李登輝當時一個無心之言 導致中方發現了 等等 你如果知道我的飛彈彈頭 不是可爆炸彈頭 有內鬼 所以後來才導致了 我們當時在中共部件的 最高軍事間諜 一路被抓抓抓抓抓抓 我們的一整條部件的線 甚至後來還有 我國的軍情人員到 越南跟泰國境內被誘捕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其實各國的元首 有的時候必須要注意到 你拿到的機密 你以為可能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中間的蛛絲馬跡 足以讓你發現 原來有內鬼 原來有間諜 那個一整條線如果被拔掉 對方或者說敵國很難 感谢观看